他想問會否是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戰優價看多少 這些完全不可以猜 當然,去到尾當然是不想打仗上任何人的戰爭 但要去猜也不容易,即是說這一刻是很淡的,優價還是夾包 誰知到時這個問題是打仗的,去到尾都是政治籌碼 當大家取得到自己的利益時,便隨時吹雞一圓牆 所以我都繼續說,每些事況是靠你的操作 你的操作去應對這個突如其來的變化 操作是甚麼?例如你不要太大住 風平浪靜,你有信心就大住一點 但現在風高浪急時,你小小住大大聲 你看錯,你都會輸得到哪裏 我想反而是用註碼控制風險 這個時間是用註碼控制風險 製造成員